浪漫其奴 浪漫其奴 正经则为 浪漫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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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经则为 浪漫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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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其奴漫其奴 浪漫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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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漫其奴漫其奴 浪漫其奴漫其奴漫其奴 浪漫其奴ちょっと 心间 当时诸佛智慧总极师 获得一笔同分之加持 就是观想 因为上师相应法 观想上师化为五种颜色 五彩的 光明 应该说是五彩的光明或明点 从自己头顶发旋处进入身体 经过中脉融入心间 之后观想自己的心意 诸佛智慧的总极 那就是上师的智慧 就是成为无法无别 获得以上师为宝一样的加持 以功德 并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 这是以诸佛菩萨的总极 就是自己的上师 如果已经正物大圆满 或者正物禅宗的开悟境界 就在此时进入大圆满 或开悟的境界当中 如果根本没有开悟 就观想自己的心 融入上师的智慧之中 什么也不想 那只是安住即可 这个安住呢 你自己也可以做意的 就是大比上你 你修到哪个层次 你可以观修一个菩提心的状态 先观五我 然后观修自己的菩提心 像佛的心一样 变虚空变法界 融入一切众生的心中 这样子观修 然后跟上师智慧的心相应 你可以这样观修 你可以先观想上师的智慧 融入到你的心间以后 然后在你的知见的范围内 做一些观修 就是奴隶作义 你可以观人物 也可以观菩提心 都是可以的 不一定说一定是开悟才叫这样子 可以这样观修的 那么你观修菩提心的时候 因为有上师的加持 你的菩提心会观修的比较到位 比较相应 就是比你平时自己修菩提心的 就是状态会感觉会好的多 会容易的多 这样也是上师相应法 上师相应法是根据你现在的程度来相应的 并不是超越你的能力的范围之外 就相应 代表你现在还是一个修解脱道 你正在修解脱道 修出离心 那么你就是做一些出离心方面的观想 代表你这个贪 就是还有这个贪欲 那你就可以修一些不进观 甚至白骨观 做一些观想 你先上观想上师加持你 然后你再做这些观修的时候 就会容易 你会觉得 比自己这样不观想上师的加持的话 要容易的多 知道吧 所以说你们修上师相应法 并不是说叫你一下就证悟 不是那个意思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的修上师相应法 都是根据自己现在的修学程度来观修的 现在开始上师的智慧融入心的时候 开始是先做一下安住 不做任何思维 等你的心静下来以后 你就可以努力做意展开来想 再来说不思维任何事物 既不迎接未来 不追求过期 不观察当下 静下来 在这个状态当中 一切都像虚控一样 平等清静 这样安住的结果 就有可能证悟 当然了 这个是在修大约满的时候 可以这样子去相应 代表你的教理意度完全通达了 已经解悟了 你已经解悟了 然后呢 菩提心也修好了 人物我法物我 全部都修到位了 那个时候你要修这个民心坚信的话 也可以这样修 就是用这种方法修 本来上师的心就是光明卢来藏 我们的心融入上师的心 也继我们的所有的念头 都消失于法界光明卢来藏当中 最后只剩下光明卢来藏 这实际上也是佛菩萨证悟的境界 第一次证悟大约满的时候 也是类似的状态 其实呢 如果把上师和自己看成两个人 这两个人的心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体 但上师的心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心 我们的心的本性 不仅是上师的智慧 而且也是诸佛菩萨的坛诚 包括寂静本正和愤怒本正的坛诚 这时候要注意的是 当心静下来以后呢 很多人比较容易找到 一种很舒服 很透明 很清静 没有任何杂念的感觉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就是正无空性 这是阿赖耶斯 这是阿赖耶斯 就是好像无念了 以解脱没有任何什么关系 但在此基础上可以找到真物的境界 新的本性 光明如来章 也叫做生意地的上师 给我们传法惯例的根本上师 是世俗地的上师 圣意地的上师呢 就在我们心中 是我们最终的真正的上师 他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 从来没离开过我们 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 就是普贤王路来永远都跟我们在一起 从来没离开过我们 但我们却看不见 通过世俗地上师教研的引导 就能看见生意地的上师 我们平时看见的所有的上师 都是世俗地的上师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上师 同样当年很多人看到 视线出家形象的释迦摩尼佛 也不是真正的佛 而是佛的一种形象 真正的佛是光明如来章 也就是佛的法身 连报身都不是 报身呢也不是真身 因为我们都说摄像摩尼佛是化身 所以说这是佛的一种形象 我在金刚经理讲得很清楚 若一摄见我 今生求我 四能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有些人认为 看到摄像摩尼佛 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一行张元摄身 就是见到了佛 有些人认为 佛是具有摄身相位处 受想行识等等 但佛告诉我们 如果以为摄像 身影是我 那就是心邪道 世俗地当中的佛菩萨 善知识还是需要的 因为只有这些世俗地的显现 才能度化我们这些凡夫众生 例如要度化畜生 就需要实现畜生的形象 才能以他们沟通对话 并引导他们修行 这会解脱到 如果实现为人与不同的人类 就只能给他们念佛号了 虽然佛菩萨已经超越了世俗地 不再有血入的身体 但为了度化我们 还是实现了一个 有血有入的身体 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没有办法度我们 心境现象当中的 普贤王如来 佛的报身 那法身虽然殊胜 但也没办法度我们 因为我们之间无法沟通 所以世俗地的上师 是非常重要的 世俗地的上师 我们已经有了 圣仪地的上师 我们究竟找到没有 只有问自己了 圣仪地的上师 不需要到别地方去找 就往自己的心上去找 如果没有找到 圣仪地的上师 就没有达到 世俗地上师的目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努力 如果找到了 圣仪地的上师 从此以后 那么你就跟 诸佛菩萨一体了 那个时候你跟你自己的上师 也是无二无别了 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上师 就生起了绝对的信心 因为你都同体了 你自己的真心 跟上师的真心 就是无二无别 这个时候你就生起了 无二无别的信心 如是离义法身中入定 就这样再远离 所有杂念的法身 境界中入定 这样的修行 也可以叫做 修大圆满 大属英大中观 或禅宗的禅定 如果这样认认真正地修 还是没有证悟 那就是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上师的信心不足 二是业障深重 二是业障深重 业障深重 业障不重 你也不可能证悟 业障要消得差不多了 几乎没有了 才能可能证悟的 排除这两个问题的方法 第一是要增长对上师的信心 第二是修金刚杀脱的修法 这样就没有理由 不证悟 并且修的还要奴隶奴法 特别是修忏悟的法门 还有其他的法门 特别是修菩提心 修菩提心方面的修法 如果没有相应 那你这个金刚杀脱的修法 你就修不成就 那就不可能成功 当然你要修金刚杀脱的修法 如果你菩提心没修好 你修这个金刚杀脱的修法 那就完全不相应 一点都不有相应 你就是念那个咒而已 无效 几乎是 只能说结个善缘而已 那对上师的信心 也不可能真正的升起来 因为你不可能 去理解上师 跟上师相应 你对上师也不可能 升起真正的信心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不低信心 你怎么能够跟上师相应呢 你怎么可能对上师 升起信心来呢 那是不可能的 你那个信心呢 是你在你的有限范围内的 那种信心 就是你理解的上师 你对上师那个信心 是你自己的那个 分别念理解的 能够接触到的 跟真正的上师的这个正量 对你的那个加持呢 还差得很远 每个人都是用 自己的分别念来理解 自己的上师 可以这么说 都是在你自己的那个 修正范围之内的 去理解的 真正的上师是 是境界 只有当你证悟了以后 慢慢的才能够 一点一点理解 你就是证悟了 你也不可能完全理解 上师的有些作为 在后的字 你也一下就不能够 完全理解 也不一定理解得了 所以说 受上师相应法呢 就需要你放下 自己的知见 我们都是被自己的知见 掌住了 不管你的知见 是什么知见 哪怕是正知正见 也是会有障碍的 因为你的知见 还是有限的 是吧 你没有开悟嘛 你的知见 还是有 一个有限的 一个范畴 还是在知见里面 还没有 超越一切知见 当安住几秒钟 或者一两分钟以后 又可能会申请杂念 这个时候就设法 重新安住 这是修大约满的一种修法了 但是这种修法 现在是不适合 你们这样修的 你们这样修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德的 因为基本上都是打妄想 就是说你修 你可能这样的 有些人就在这个境界当中修 有些人修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 最后还是没有证悟 这里说 如果这样认认真真的修 还是没有证悟 这里没有说时间 没有说时间 只说了还没有证悟 那就是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是对上师信心不足 一个是业障深重 我昨天也跟你们讲了 你们不要去担心 自己开不开悟 而是要去考虑 自己的信心足不足 业障消得怎么样 你只要埋头苦干 公道自然成 到了那个时候 不需要打任何妄想 也没有这些概念 真正的要物相应的时候 早就没有这些多余的戏论了 这都属于戏论了 笔中起坐时官租现有 既是本性 而行平常为义 之后回向出定 从定中起坐以后 要观修现气世界 就是显现的现象界 有 有情世界 也可以说万事万物 皆为上师之本性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无论坐车 上班 忙碌 清闲等任何时候 都应该把所有的现象 观想为亲近的 上师本性之显现 今天下午有一个 新来的师傅 就说了这个问题 他说他看得很合大手 你看得挺相应的 他好像都看懂了 但是你能做到这个吗 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二六四中 你都能够把所有的现象 观想为 清静上师本性的显现吗 你能够观想成功吗 或者说你想都想不起来 我不要说你观想成功 你下座的时候 你连这个念头都想不起来 全部都是凡夫的 一些杂念而已 所以说 这样不适合我们修 这个就是跟你们讲一讲 了解一下 就算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 你在生活当中 你会觉得万法都是清静的吗 你看清静不起来 是吧 万物怎么可能是上师呢 这里说得很清楚 你怎么也没办法这样想 上和大地 在显现上 虽然不是上师 我们的上师不可能 是一条河 一座山 但上和大地的本体 是佛的清静坛成 新的本性 是圣一地的根本上师 所以一切相像 均为上师的本性 很多还没有正式 听到大阅满的人 会对大阅满很向往 很羡慕 很期盼 但假如有一天 我们真正有机会 听到大阅满具体的修法 就是寥寥的一两句话 就是真正的大道之简 就像六祖弹景 所讲的核心文字 也就几句话而已 这么简单的语言 怎么能让我们证悟呢 最重要的助言 就是修加行 让我们的根基成熟 然后再加上上师的加持 就万事俱备了 值欠证悟 对 我们要做到的是 万事俱备 值欠证悟 如果你不具备 那你就这么无聊 我们虽然要做到 万事俱备 无数的成就的大德都说了 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条件 我们都要一一做到 一一做到 上师瑜伽非常重要 以后修任何法 首先应该修一遍上师瑜伽 然后再以上师 无二无别的境界中 安住 升起杂念以后 再去修日常的修法 之后回想 这样一定能找到 圣意的上师 这里说得很清楚 先安住 安住如果升起杂念以后 然后再开始修日常的修法 就是我说的 就是你们可以修一些 你们自己现在正在观修的一些修法 观无常啊 或者是 观我 容我空性 或者观修 吃无量心啊 或者观修供养啊 观修暗忍波罗蜜啊 都可以观修 这些方法呢 都需要去长期的窜息 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说你听一下 其实真正的大悦满的法 真的就是寥寥的几句话 甚至就无话可说 没有什么好说的 其实有话可说 还都是一个影子 就像一个导火线一样 它这是一个营火线 并不是真正的真无的那个事情 它可能会引导你爆炸 上师的话 或者是佛的那个 修大圆满那个话 很简单 就是一个导火线一样 告诉你了 你会点灶它 你怎么点灶它 然后它自己就会炸 你用不着担心它不炸 那个时候你要勇敢的去当董臣类 你不敢的 一般都不敢 你敢吗 你敢爆的炸药爆炸吗 你不敢 害怕 你还有我呢 所以说一般的正无不了 你要有那种 拿着炸药包的那种勇气 上师就会帮你点火 可说的话不可能 我告诉你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 还得消除野障 去除这个障碍了 你心里没有障碍了 所以说你抱着大圆满 你很高兴 你跟上次说点火吧 把你扎个粉碎 大圆满也就这么回事 这是我说的大圆满 讲完了 就是当董臣类学 啊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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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